2月4日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最后一个惊喜揭晓 越野滑雪选手迪尼格尔·伊拉姆江和北欧两项运动员赵家文一起担任最后一棒火炬传递手并点燃烛火炬 迪尼格尔的父亲是一名越野滑雪教练 而迪尼格尔也继承了父亲的运动基因 成为中国出色滑雪运动员 而赵家文则是首位入围冬奥北欧两项赛事的中国运动员 两位00后年轻运动员在大雪花中心向现场观众挥手示意 大雪花是各个参赛国家的名字汇聚而成 运动员将手中的火炬留在大雪花中央 这就是本届冬奥会的烛火炬 体现了环保低碳理念 随着北京冬奥会烛火炬点燃 鸟巢燃起烟花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月18日同 PETER Genesis JCMD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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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rth Bour pm 当鎟紧 周智 sentence 感谢观看